酒后驾车 称为DUI Driving Under Influence 口语上也可以说Drinking and Driving 这是一种严重危害自己与他人生命安全之驾驶行为 不仅将个人前途、家庭幸福置于高风险环境中 一旦肇事还得面对法律责任 付出的代价及后果将让人鬼不当初遗憾终生 Definitely 是的 根据医学研究指出 90%以上的酒精是靠肝脏分解 国人约两人就有一人先天缺乏代谢酒精酵素 容易酒醉及宿醉 因此成年人饮酒后应至少休息24小时以上 才能将体内酒精完全代谢 而这段时间内是千万不可以骑车、开车 Good point 这也就是为什么要经常提醒大家 必须注意酒精残值 Alcohol residual value 别以为经过晚上睡觉后 隔天身体就没有酒精了 如果贸然开车或骑车上路 同样也有可能成为酒驾者 除此之外 身为国君的一份子 不仅要以高道德标准自我要求 更要发挥同财力量 相互规劝 提醒身旁有饮酒习惯的弟兄姐妹 绝对不能酒驾 Never drink and drive 好的 今天的军纪教育单元剧 我们就来看看剧中主角 在几杯黄汤下渡之后 究竟是否会平安返家 或是有着其他危机等着他 请收看最后关头 Let's get started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不然这样 我那边有珍藏几瓶红酒 到时候我带过去 我们好好享受一下 你这什么表情 对 上次聚餐我喝醉 不过那个是意外 好 那我先说 我们这次就潜藏即止 重点是大家来做客 开心尽兴 开心 你搬新家我当然开心 那就这么说定了 当天我准时到 我们好好地喝他个两杯 韩旭 我说正经的 你好不容易当上我们 营部士官委员会的训练委员 这是非常荣耀的事情 以后还要在士官兵们的面前 做个表率 你可千万不要辜负营长 对你的期望好了 好了 好了 我会以身作则 不用担心 好 回办公室吧 好 走 所以对着他吹气 如果有酒厕值 就会发出警告 对啊 因为我爸也是用这个 带吗 包在我的身上 好 到时候那个酒 我来准备 我很好期待 对啊 两位美女在看什么 团购什么好东西啊 是简易型酒厕器 薄却想买一台 给他爸爸开车前试用的 所以我就把我家的带给他参考 嗯 啊 学长 嗯 水深吸带很方便哦 拉一台吗 我 啊 别别别 我用那东西干什么 哈哈 哎 开车或骑车前吹一下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啊 童被闪 你送礼要送到星坎里好不好 你爸难得出去喝两杯 你送这个酒厕器给他 你是要触他眉头啊 多此一举 汪海逊 怎样 算了 那可以给我购买网址吗 我想买两台 两台啊 你还要买两台啊 一台给你爸 那另外一台你要给谁啊 你妈 哈 哈什么啊 我们是多年老同学又是邻居 你妈要我多管管你 这样有了酒测气 你喝完酒隔天 你妈就不会担心啦 洪沛山 你是风济鼓掌鬼上身是不是 你管这么多干嘛 我跟你说 我不需要 我妈也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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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会替你造什么 自私鬼 不要你打 我看一下 因天气逐渐转良 为国人食用姜母鸭 等滋补食品盛期 指挥部特别邀请 交通队的远警 来单位 针对行车安全 及酒驾防制实施宣导 相信大家都还记忆有心 而今天营副导长 除了要重申 拒绝酒测就等同酒驾行为 更要提醒酒精残食的观念 希望大家要牢记酒精摄取量 以及代谢时间的计算方式 才能确保生命及财产安全 报告营副导长 为什么拒绝酒测还会被发现呢 请坐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以往部分官兵遭生酒驾行为 因为害怕遭到太厨 而选择拒绝酒测 想说自己去找安华环就没事了 一样可以拥有这一份工作 为了要杜绝官兵 有这样侥幸的心态 国防部已经与交通部公路总局 建立查询平台 每月将比对国军人员 酒驾引力未报 及拒绝酒测的案件 并且也修班拒绝酒测 就等同酒驾行为的陈储规定 所以说咯 酒驾是绝对没有任何的模糊空间 就官兵从内心自律 酒后绝不碰车 才能彻底根除酒驾的行为 这样了解了吗 至于为什么营副导长会不断的提醒 要重视酒精残值的重要性 是因为时序已经渐入了冬季 为国人食用姜母鸭 羊肉炉 烧酒机等滋补食品盛起 时常让人忽略 身体可能留有酒精成分 加上部分官兵都存有 经过休息之后 身体就没有酒精的错误观念 导致救后一日因酒精残值或宿醉 而衍生酒驾行为 报告营副导长 所以不仅是姜母鸭这类的滋补食品 我曾经看过新闻报道 像是酒 糖 巧克力这类的食物 稍不注意食用过量的话 都有可能造成酒驾行为 请坐 没错 经过各级长官三令五身的反复宣导 大家都建立了不能酒驾的观念 但还是会有官兵自认为 休息时间够长 就能将体内酒精完全代谢 而这类的酒精残值所演发的汗室 还是实有所闻的 所以营副导长希望大家 要好好珍惜职业军人的这一份工作 千万不要拿自己的未来来当作赌注 报告营副导长 佩珊请说 我想分享心得 黄海旭 黄海旭 营副导长说的就是你这种人 管我什么事 怎么不干你的事 谁不知道你每次周末都会买啤酒 在家喝 非得要你妈千叮咛万提醒 你才知道起床不可以马上骑车 你知不知道你妈很担心你 彭卉杉 彭卉杉你可不要管我的事情 好了 好了 让我说句公道话吧 海旭 营副导长知道 你和佩珊从小就认识 佩珊会提醒你 也是为你好 还有请牢记营副导长 刚刚所说的计算公式 以一个常人来说 一瓶六百ml的啤酒 至少都要经过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才能将体内酒精代谢 更不要说是餐序期间的饮酒量了 至少都要经过二十四小时以上的 充分休息 才能够驾驶交通工具 否则将会影响专注力以及判断力 危及行车安全 甚至衍生酒驾行为 这样清楚了吗 没有 好 今天课程就到这里 海旭啊 你多急啦 是有这么想你妈是不是啦 你懂什么 刚营长实施个别联营宣教 提醒我不要酒后驾车 重视酒精残职 我才刚听完刚解散 因为这东西我已经听很多遍 一刚听完 我就听到红飞山在找我 又不知道他要干嘛了 我先不跟你说了 等一下被他遇到 又要被他念十几分钟 我先走 我先走 我先家聚餐 不要忘记了 好 九叔也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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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好 拜拜 光海旭 我越喊你越爬欠证 红飞山 你到底要干嘛啦 你两位 你慢慢聊啊 明天我家见 拜拜 慢慢聊啊 赵子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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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黄飞山 我们也是老同学一场 你就直接大胆地告诉我了 我承受得起啦 你就直接说 你暗恋我 我 反正旁边也没人嘛 有事也走了 如果你暗恋我的话 你就大胆地向我表白 然后我狠心地拒绝你 从此以后你就不要再纏着我 OK 你是不知道我有男朋友吗 男朋友 那你就是被男朋友甩了 然后想要纏着我 我不行 我不行 汪海旭 我居然这辈子嫁不出去 我也会喜欢你啦 所以你没有暗恋我 那你干嘛一直纏着我嘛 我是要跟你说 你明天不要骑车啦 11点我去接你 吃晚饭我再送你回家 你不用送我 我自己会去啊 那你要怎么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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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路可不可以 我走路 不然我爬 我爬过去好不好 那是我的事情 你不要管我好不好 你不要管我怎么去嘛 我是个大人了嘛 我就是想要提醒你 不要酒驾啊 你不用提醒我 你不用管我的事 好不好 那请问我可以走了吗 可以吗 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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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情 我心情 有志女家很气派 气氛又好 对不对 买关心了 来 我们来一起举杯 来住客有志 新居若晨 来干杯 等一下 温海旭 你先说你怎么来的 不 说不可以喝 你看他啦 你不要担心嘛 今天我如果喝醉呢 游子 你家沙发酒睡一下 没问题吧 学长不要这样啦 人家有志学长心居落成 不要这样打人家 自己人嘛 没问题 没问题 我心居若晨 沙发 我的房间的床 你想怎么睡就怎么睡 来 大家干杯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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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 待會兒